今日说法 六岁女孩得了说不清的怪病 走起路来被人称为小鸭子 二十多岁的小伙子穿袜子也困难 他们到底得了什么病 谁该为此负责 今日说法为您播出 追踪怪病 各位好 这里是今日说法 欢迎您的关注 前不久我们栏目收到了一封来自河北省深州市西巴公村的信 信是一位耿先生写的 耿先生说他的孩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得了一种怪病 这个病得了之后 身上不疼也不痒 就是走路的时候一扭一扭的外八字跟个鸭子一样 他访了很多医院都没有找到根治的办法 最后他打听到在陕西省的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能治好这种病 耿先生就带着孩子去了 在这里耿先生找到了孩子的病根 这个小女孩的名字叫格格 今年刚满六岁 他看起来要比同龄的孩子矮小一些 他看起来要比同龄的孩子矮小一些 好像鸭子一样左右摇摆 好好好 革哥的父亲告诉记者 以前没觉得自己的孩子走路和别的孩子有什么不一样 只是最近小格格在学校被其他小朋友取笑 回家跟他们说起这事的时候 他们才发觉小格格走路确实有点怪 脉步总是外八字 两条腿向外侧撇 整个身体随着每一次的脉步一摇一摆的就像个小鸭子 在这之后他们纠正过好多次 可是小格格就是改不过来 孩子什么时候发现有这个问题的 发现的时候那么也不太清楚 他是这个毛病 他不说疼 现在他都不说疼 据格格的父亲介绍 他们也曾带着孩子去村里的诊所看过 可没瞧出这孩子有啥毛病 后来又带着格格上县里的医院去检查 拍了片子做了CT 还是没查出原因 查了半天也没找到病因 格格自己也不觉着身上哪里不舒服 村里的人都说 这孩子得的是一种治不好的怪病 通过医生的检查 记者发现小格格不仅走路跑步与常人不同 一个简单的病腿动作对于小格格来说都十分困难 在常人眼里一个简单的翘腿动作让小格格做起来却十分艰难 这个主要是那个我们说的那个就软组就是肌肉 或筋膜有问题了 你要时间长了 有可能影响他的骨骼进行 长期一个 长期那样的话 虽然年龄增大 骨骼有可能出现问题 重的时候呢 女孩有可能对深海的危险 李医生告诉记者 小格格得的这种病叫臀肌卵缩症 因为患者走路的不太像鸭子 俗称鸭步病 在九十年的时候呢 我们遇到了一个病人 他讲他们村子有很多这样的病人 我们就去这个村子了 我们见到最重的病人啊 就是他不能坐那个 不能坐条凳 就像这样的沙发这样的凳子 他不能坐 他坐的时候 他腿要强力的这样的分开 腿强力的 强力这样的一分开 就说你如果是旁边有东西呢 他就顶住了 所以那个孩子上学的时候 他是一个人一个座位 他旁边这个学生就没办法做 他两个腿是这样的 一分开把那个凳子就站住了 穿袜子穿鞋都有困难 格格的父亲告诉记者 在他们的河北老家 还有很多孩子就跟格格一样 走路一摇一摆 有的孩子的腿已经严重变形了 连穿裤子都有困难 大家就开始猜 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一开始有人说 可能是水质 水土污染造成的 但是当地有关部门检测之后 说水质没有问题 后来又有人怀疑 是不是遗传基因出了问题 但是这些孩子的祖上没有人得过这种怪病 当我们的记者到陕西去采访的时候 会发现陕西的农村也有很多孩子也得了这种病 有的甚至一个村子里就有四五十个孩子得了这种病 唯一的共同点是他们都生活在农村 这是为什么呢 记者跟随贺院长驱车前往陕西省新平县阿上村 在路上贺院长告诉记者 他们最早接触到的患者就是这个村的孩子 当时他们专门针对这种病进行过一些调查 如果是有屯屯员做的就外侧肌肉收了收牵拉 铁蹲的时候呢就成这样子的 就成这样子的 但是如果是正常的就说你能够病毒 这就是正常的正常孩子的正常活动 这是最简单的检测方法 这是最简单的检测方法 好了起来了 行 你稍等一下 这两个孩子是说有问题吗 这个病还叫弹响款 它另外名字叫弹响款 它在蹲的过程中感觉到它的弹响 尽管是比较轻 但是能感觉到它蹲的时候不蹲一身 再蹲 对 想一下再起来 你来摸着你来感觉到 哦 是这儿 这个地方 他每过着一下 你看他腿就这样稍微晚一点 就有点像滑圈一样 再来再蹲一下 看见了吧 对 它能分开一下 它很轻 很轻 但是是有那么一点点 贺院长说 他们曾到西安市周围的几个村庄 做了几次普查调研 这些是当时他们走访调查的记录 在青阳庄小学的普查中 共有280多名小学生参加 其中发现了28名患儿 而在阿尚村的调查表中 记者粗略地梳理了一下 发现这个村患病的儿童竟高达40多人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么多的孩子患上这种病的呢 在阿尚村里一个人的布姿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起初 贺院长也怀疑这是一种地方病 或者跟遗传有关系 可是在随后的调查走访中 他们有了新的发现 我两个孩子都得了 两个孩子都得了 两个孩子都是我们得 都是这样 小时候有时候发生感冒打针 就实现了事 怎么躲到这个病 知道吗 不知道 就是让灯打的 打针打的 都在哪儿打的针 过去我也记不清了 孩子小的时候打针打多了 嗯 因为什么是打针呢 感冒呀 发烧的多了 在询问中 贺院长发现 这些患儿身上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这些孩子从小体弱多病 小时候常常因为发烧感冒到村卫生所 多次甚至长时间进行臀部肌肉注射 那么这个病会不会跟打针有关系呢 青霉素 本甲成莲霉素 青荡 这些药是在农村当时是最常用的一些药 从我们查过的这个看 就说是打最严重的就是那个本甲醇 打了本甲醇以后呢 引起这个病的患病率是最高的 今天我们请到演播室的嘉宾 是北京大学医学部卫生法学研究室的副主任 王岳教授 欢迎王老师 本甲醇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药 本甲醇是我们医学上常用的一种防腐剂 但有的时候呢 也把它用于局部的麻醉 给孩子的囤积注射麻药是干什么 有一些乡村医生 或者一些非法行医的人 他为了让这个孩子疼痛感小些 就把这种局部麻醉药作为一种溶剂 和这个青霉素混在一起注射给孩子 打的时候就不疼了 对 因为你等于先给孩子做了一个局麻 他默默的就不疼了 但是他却有非常大的危险 所以早在2005年 卫生部和国家药监局都先后发布过 专门的停用本甲醇用于儿童肌肉注射 这样的规定 那么我们想知道的是 目前在这些农村的地区 那些孩子们发病的地区 这些医生护士们 是不是知道有这么一项规定 他们是不是还在使用本甲醇呢 那现在这诊所还开着吗 还开着呢 这里就是患病孩子们常来打针的诊所 但记者来采访时 诊所的门却一直锁着 这个大夫他们家什么时候能回来人呢 能够躲着 他们一般不开门呢 看 村民告诉记者 这家诊所里的人看到我们刚刚锁门走人 村里大部分的人发烧感冒 一般都会到这个诊所来看病 但是大家也不确定 这家诊所是否有行医资格 是不是当时小时候在这打过针呢 就是 就在这打的 打的次数多吗 是不是村里面好多孩子都在这打针 这四五十万 都是这打针 就一个嘛 就你一个没做 当时都做了 我们这次在对阿上村小学200多个孩子 进行普查的过程中 共发现两个患有轻度囤积轮缩症的孩子 所幸的是 两个孩子病得并不严重 发现还算及时 坚持做一些康复训练就可以恢复 对以后的生活不会造成什么影响 平时这个隔灯可能像你知道不知道 能知道 弹过去 这个调缩 这一般就是肌肉注射的地方 那像这样的孩子有必要做手术吗 他这个程度 没必要做 可以就是辅助的后期的这个 主要做康复锻炼就行 咱看一下那个 也有一点 他这样需要做什么 也不需要做 康复治疗就可以 像这样康复要做多久 应该说做半年到一年 才能够维持下去 据了解 当初贺院长他们做普查的时候 阿上村患病的孩子是最多的 经过他们的治疗 绝大部分的孩子都接受了手术 恢复的和常人一样 但也有一些孩子 因为经济原因没有接受手术 而造成他们患病的原因 就是人为的使用本甲醇 作为儿童肌肉注射 那么 这些村医还在使用本甲醇的原因 又是什么呢 过去人就没有认识到 这种药能够引起这个副作用 但是在现在 如果再用就有问题了 从我们看到的病人来说呢 有新发的病人 所以就证明 肯定是有人还在用这种药 贺院长告诉记者 很多村里的大夫 使用本甲醇的原因有很多 有的村医因为知识水平有限 不知道这个能引起这种病 而且本甲醇有镇痛的作用 用它来做溶剂 给孩子打针 就会减少疼痛感 这样似乎就能证明 医生的医术高 大家就都愿意到他这里来看病了 如果他在正面骑了 他不会在村里做村医的 所以现在就是给村医放的是比较宽 国家在这块是放的比较宽 记者在采访中遇到的这些患者 他们除了身体上与其他的孩子有些不同 性格上与其他同龄人相比也有些自闭 在人前你让他走路 他们有很多孩子不愿意走 害羞 那这实际上就是对心理造成的这种影响 怕借助这个社会 与同病房的孩子相比 六岁的小格格显得有些内向 不太爱说话 格格的父母告诉记者 为了给孩子治病 他们东挪西戒 才凑齐了将近五千元钱的手术费 这让本不富裕的家庭 更是雪上加霜 咱们都是农民 靠农地为首 都是戒的钱 对 也没想到找一些关注的 问问能不能给咱们报点 他能报就报 不能报 这个农合 你得看了病以后 他才能给你报呢 那格格是不是 咱们刚进新农合第一个呀 对对对 那回去打算不打算 就问问呀 这个能不能报 回去打算问问的 其实这次格格来做手术 村里有不少人都在观望 如果格格手术之后 能彻底治好 他们也会带孩子来做手术 但是五六千元的手术费 对他们来说 无疑是一笔巨大的费用 实际本甲醇目前在临床上仍然在使用 也就是说 他的适应症只要对 他的注射人群只要对 就没有问题 成人注射 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我们知道 除了格格之外 还有很多孩子也被本甲醇伤害了 那么像这样的情况 他们能不能够像给他们实施注射的这些诊所 或者医生提出索赔呢 王老师 按照我们国家民法通则和相关的最高院的司法解释 应该说这些医务人员的错误使用 国家禁用药品的行为 已经构成了对这些孩子的人身伤害 这些孩子是可以拿起法律的武器 向这些诊所提出民事上的赔偿 而且相关的行政机关 也应该对这些机构和个人 做出相应的行政处罚 肌肉软缩 它如果严重的话 它的治疗费用并不是一个小数字 所以我倒建议呢 除了新农河给它报销一部分之外 主要的恐怕应该靠政府社会上的捐赠 形成一股专门针对这种事件的一个救助基金 我们在事前能不能够避免医生有这样的错误操作 从治本之策来讲 就是要尽快的提高我们乡村医生的技能 知识和水平 我们以前习惯于出台一些红头文件 逐级转发 但是这种方式有作用 但是第一个比较缓慢 而且它的面很有限 往往就是卫生局了解了 医院的管理者了解了 但可能并没有让每个医生知道 本甲醇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使用 一直到2005年被国家禁止用于儿童肌肉注射 期间经历了30多个年头 在那些偏僻的山村 在那些贫困的农家 当年的孩子如今已经长大成人了 但是身上的硬结却没有办法 因为时间的退役而化解 而今还有很多未成年的孩子 还在受到这样的伤害 身体上的伤害不可避免的 会让他们产生这样的心理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 我怎么能和他们一样呢 严酷的事实告诉我们 现在在广大的农村 普及医学知识和改善农民的就医条件 是当务之则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也感谢王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分析 观众朋友们 再见 十二丁三十八